听众您好 今天为您分享一篇朝鲜仪式引凤级刺杀白川一泽大将 众光辉公事 直田千级是团长 野村级三郎舰队司令 和端真刺民团首领等日方要员的精彩故事 2015年9月4日上午8点 新进完成修缮的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职抹上一层金灰 石库门前的灌木绿树充满生机 上海83岁的老人楚政员接到通知 早早地来到了马当路上铺着红地毯的蒲庆礼 1932年 韩国独立元勋金九就在这里策划尹凤吉赴洪口公园 向日本侵略军头母头戴一事 在中国朋友楚府城的帮助下 金九摆脱了日本军警的追捕 到嘉兴海盐避难 这一天 金九的孙女金美 尹凤吉的孙女 与银驻清韩国独立纪念馆馆长也来到普庆里 和楚府城的孙子楚政员相聚 共旭先对在民族最危急时刻结成的战斗友谊 会讲汉语的金美对楚政员说 我们走过祖父金九的避难之路 到过你妈妈的娘家海盐南北湖 时时 韩国总统朴景会参加了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职修复开馆一事 接见了韩国已故临时政府领导人的后裔 为韩国独立运动家提供帮助的中国社会活动家楚府城的后裔 抗日独立运动元老等相关人士 他强调 这里是韩中两国互助与友好的象征 韩中两国将共享这里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这个初秋 楚府城 金九 尹凤吉 我们这个故事中三个重要人物的后代 戏剧性的在普庆里丝毫相聚 他们延续着先辈的友谊 八零年前 那个一概云天的英雄故事 今天 仍像无穷花那样绚丽而有活力 冯 乔 尹凤吉邀请韩人爱国团的一个女队员离东海 和她假扮恋人 去虹口公园观察地形 目测距离 丈夫出家声不返 一对情侣看似悠闲 在林木葱龙的上海虹口公园里散步游玩 小伙子名叫尹凤吉 在虹口附近摆过菜摊 体魄健壮干练 与青年龟自李东海 穿着紧身旗袍 面容清秀闲净 他俩看着日本人在草地上搭台 筹备天长节庆祝活动 1932年1月28日 日本军方唆使浪人挑衅 许谋制造了128事变 出动军队进攻上海闸北等地 中国19路军奋起抵抗 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松户战役硝烟尚未散尽 平火协定还没有签订 日本军人嚣张到极点 大肆宣扬要在4月29日 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 举行胜利筑节大会 中国军民闻此消息 无不一份填膺 当时在上海的韩国独立运动 处于低潮 一些人开始动摇 有的投降了日本人 回国享福去了 金九等人组织了韩人爱国团 准备搞几个有影响的事件 煞一煞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这时金九想到了 不愿做亡国奴的隐凤吉 他在虹口挑着菜担子走街串巷 以卖菜名义打探日军消息 就是为了寻找报酬机会 4月26日 尹凤吉向韩人爱国团宣誓 写下了丈夫出家声不反的调幅 尹凤吉邀请韩人爱国团的一个女队员 李东海 和他假扮恋人 去虹口公园观察地形 目测距离 正巧 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一泽大将 也在视察虹口公园会场 近在咫尺 松户抗战中 白川一泽命令轰炸机 在上海市内狂轰烂炸 致使数万中国人民和外国巧民丧名 回家后 尹凤吉怒火中烧 今天白川这家伙也去看会场的设施 就站在我的身边 我想今天我身边有炸弹的话 当场就可把它解决 金九却说 猎人打猎不设七鸟及睡兽 一定要使之飞 使之奔后才设 这才感到痛快 我的表是六元钱买的 你的表只值两元钱 再过两个小时 我这块表就用不到了 我们换换吧 赴死沙迪换怀表 4月29日一早 尹凤吉去虹口公园前 跟金九交换了怀表 金九的儿子金信回忆说 我在重庆读书时 曾看到过一块镀金怀表 当时很想拿去玩一玩 可是父亲很严肃地对我说 这是尹凤吉一世留下的表 你不要随便碰 尹凤吉前去虹口公园 行刺日本占领军白川大将前 他掏出怀表 对我父亲说 我的表是六元钱买的 你的表只值两元钱 再过两个小时 我这块表就用不到了 我们换换吧 父亲送他上了车 只说了一声黄泉下相见 两个小时后 尹凤吉干成了 惊天动地的大事 尹一世被捕后被押往东京杀害 1945年光复后 韩国从日本挖掘出他的中骨 日本监狱方面也交回了那块怀表 如今 韩国白凡纪念馆保存着 这两块表的原物 尹凤吉带着制作成水壶 和饭盒模样的炸弹 摇动着太阳旗 与其他日桥一道进入虹口公园 韩人爱国团女队员李东海 本来详意恋人身份 掩护尹凤吉一起混入虹口公园 但看到公园日军防备慎言 安心被盘问时 两人口径不一致 反遭败露 临时决定让尹凤吉一个人进公园 李东海则留在公园而接应 中午时分 尹凤吉将威力巨大的炸弹置向主席台 霹雳炸响 天崩地裂 清华日军白川一则大将 仲光奎公使 直田千吉师团长 野村吉三郎舰队司令 和端真次民团首领等日方咬员被炸的血肉模糊 非死即伤 那么尹凤吉一世的女同伴后来怎样了呢 上海电视台刚巧保留下一段李东海的珍贵的录像 爆炸之后 在公园外等候的李东海匆匆撤离 他辗转广州 延安 大连等地 后来入了中国籍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改名李华林 1985年 八十多岁的李华林作为离修干部 来到上海虹口区安顿居住 电视台编导采访过这个传奇老人李华林 李华林清楚地说 尹凤吉 我和他假扮恋人去虹口公园侦查 我跟废夫人装成夫妇的样子 同乘废家的汽车 由废先生驾驶 出了大门一看 果然密布着各国的侦探 金蝉脱窍之妙计 事件发生后 日本军警恼羞成怒 大肆捕抓韩国人 金九从上海马浪路线马当路普庆里 4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撤离 躲到美国人废墓失家 5月10日 金九在报纸上发表声明 虹口公园炸弹安之真相 依然把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日军对金九恨之入骨 悬赏60万元巨款买他的人头 金九回忆说 有一天废夫人对我说 我住在废家的事情被侦探知道了 正悄悄包围屋子 让我赶紧离开 我跟废夫人装成夫妇的样子 同乘废家的汽车 由费先生驾驶出了大门一看 果然密布着各国的侦探 但因为是美国人的家 不敢动手 费先生加速开着汽车 经过法租界到了中国地界 转乘火车避身到嘉兴秀轮沙场去 在同盟会员老楚府城的鼎立旧住下 金九从上海躲避至浙江嘉兴 楚府城时任上海法科大学校长 在上海组织抗日后援会 竭力营救韩国志士 楚凤章和陈同生 分别是楚府城长子和继子 陈同生的家在嘉兴 美湾街76号 临水建筑 一楼有个小厅 墙边安置壁橱 打开橱门 有小楼梯直接上二楼 楼上有三面八角形窗洞 可以观察动静 这房间 本来是陈家放杂物的柴火间 金九住在可以眺望南湖烟波水色 二楼地板还有一个机关 抽开地板 放下木梯 经秘密通道就可以直通和步上小船逃逸 船娘朱爱宝经常谣传接送金九外出活动 在讲生水影中 金九与船娘朱爱宝在船上过着漂泊生活 漂泊岁月船娘伴 有一次 金九散步到嘉兴东门 看到一群士兵在广场炼操 金九一直享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来光复祖国 就挤进去观看 不料 一个军官走到金九跟前 问他哪里人 金九化名张振球 说话有些生硬 我和以往一样回答说是广东人 哪晓得这个军官才是真正的广东人 我立刻被抓到保安队本部收到审讯 当时 嘉兴的楚家和陈家是民门望族 陈同生匆匆赶到团部作保 金九获释了 金九回忆说 楚奉张军则被我说不知道毕身之计 又劝我说 他的朋友终有一位中学女教员 是个寡妇 年三十岁 可以和她见面协商 如能结婚住在一起 可以掩藏身份 我认为和知识女性一起生活更容易暴露 不如脱身于没有知识的划船夫朱爱宝 所以决定常住在船里 今天睡在南门外的湖水边 明天睡在北门外的运河岸 白天在上岸活动 船娘朱爱宝经常谣传接送金九外出活动 在讲生水影中 金九与船娘朱爱宝在船上过着漂泊生活 金九自称 我和她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类似夫妇的感情 她照顾我实在功劳不小 临时政府不断迁徙 从嘉兴、杭州、镇江 辗转到南京 金九办做买卖古董的古玩商 甲托远及海南岛 她在南京淮青桥找了一栋房子 又请来了船娘朱爱宝同居 如警察来查户口 由朱爱宝对答应付 出面说明一切 金九就可不露面 连岛覆辙 1937年秋冬 日本空军对南京空袭也愈来愈甚 金九住的淮青桥房子在轰炸中被毁 她和朱爱宝幸免于难 邻居则尸体变横 只见南京各处火焰冲天 月晚的天空被染的通红 金九打算撤离南京 要与掩护服侍她多年的船娘朱爱宝分别 临别时 金九给了朱爱宝一百块大洋 让她暂时回嘉兴 从此 金九与朱爱宝失去了联络 朱爱宝的下落成了一个谜 后来 金九之子金信从父亲的照相本里 翻出两张女性照片 让楚府城的孙女储黎珍辨认 是不是朱爱宝 储黎珍带着照片继续到处寻找 从夏米棚一直找到了东炸 当地有的老人看到过金九 宇约知道朱爱宝的下落 据说 朱爱宝从南京辗转回到了嘉兴 弃船上岸 用剩余的钱 在南门河部开了一家明月茶馆 后来 朱爱宝嫁给了一个教育今生的烧饭师傅 搬到了东炸居住 改名朱桂宝 朱桂宝曾对居委主任说 我原来的名字就叫爱宝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朱桂宝去世 储黎珍从朱桂宝妹妹那里找到一张老照片 和金信提供的照片一比较 容貌和穿着打扮重合率很高 经过多方比照 大致确定东炸的朱桂宝 就是朱爱宝 储夫人当时刚生第一个婴儿才五六个月 穿着高跟鞋 在七八月炎日之下 爬山过岭 频频用手帕试着汗 动人画面传后人 日本便衣警察沿着护航线 查找金九的行踪 嘉兴火车站出现了安叹 储凤章夫人朱家瑞陪同金九 去海岩县城武园镇避难 金九描绘爬山情景 储夫人当时刚生第一个婴儿才五六个月 穿着高跟鞋 在七八月炎日之下 爬山过岭 频频用手帕试着汗 储夫人娘家的女婢带着我的食物和其他日用品跟随着 我看到这光景 真想把这场面设成影片传给晚代子孙 但这又怎能办得到呢 金九在南北湖在清别墅住了半年光景 保留下韩国独立运动的活种 83岁的老人储正元 就是当年的那个婴儿 储正元说 我出生在1932年2月 我母亲就是朱家瑞 金九避难嘉兴时 我刚出生几个月 我开始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直到抗战期间 我们生活在昆明 有一次 韩国临时政府的几位官员来看祖父出府城 祖父还站在楼梯边去迎接他们 但母亲并没有告诉我 是他带金九去他娘家避难这件事 直到我看了金九自传百返以致后才得知道 朱家瑞从内地返回上海 居住在复兴中路桃源村28号 邻居说他气质高雅 半为人低调 很温和 谁也不知道他做过惊天动地的事情 1955年 在锦州空军航校的储正元 突然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 部队批准他回家探望 等到储正元赶回上海时 朱家瑞在桃源村刻然离世了 享年51岁 1996年 鉴于楚府城就驻金九等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的特殊功勋 韩国政府授予楚府城 大韩民国建国勋章独立章 由楚府城长孙 曾任中国驻金八部为大使的楚启元代表家属接受 艰苦捉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赢得了胜利 1945年11月5日 金九从重庆飞到阔别了13年的上海 除了新公园政要区市内时 见到有6000名同胞从早上6点钟起就开始在此等候 我跨上一个仪仗多高的讲台 向同胞说了几句感谢的话 后来才知道 那个讲台就是13年前尹凤吉一世向倭寇白川大将等投胆之地 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偶然的事情 东京湾内 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 日本投降签字一世签字的日本人 就是先前被韩国志士尹凤吉在虹口公园 用炸弹炸断腿的日本公式重光魁 侵略者终于低下了头 历史可以过滤掉许多无关解药的东西 但有些动人的故事一定流防百事 谢谢大家